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韩式泡菜。 韩式泡菜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食品之一,也是韩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从古代开始,韩式泡菜已经成为韩国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本文将从韩式泡菜的历史、种类、制作方法和文化传承等多个方面进行探究。 1. 韩式泡菜的历史 韩式泡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7年。 也就是三国时代的新罗时期。 据说,当时新罗的官员们在为国王举行祭祀仪式时,发现泡菜可以作为祭品,因此开始广泛使用。 泡菜的制作方法也在这个时期逐渐形成。 主要是将嫩白菜用盐水腌渍,再加入辣椒粉、蒜头等调味料进行发酵。 在高历时期,918-1392年,韩式泡菜逐渐普及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主食之一。 在这个时期,泡菜的种类和制作方法也逐渐丰富和多样化。 例如,除了嫩白菜之外,还有泡黄瓜、泡萝卜、泡白菜腥等多种泡菜种类。 同时,泡菜的调味料也开始加入韩国特有的香料和调味料,例如韩国辣椒粉、鱼露等。 在朝鲜时期,1392-1910年,韩式泡菜成为了韩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每年秋天,韩国人会制作大量的泡菜储存起来,以应对冬季粮食短缺的情况。 同时,在这个时期,泡菜的种类和制作方法进一步丰富和多样化。 例如加入梨汁、荞麦花蜜等成分进行发酵,以增加泡菜的风味和营养价值。 2.韩式泡菜的种类 韩式泡菜种类繁多,根据不同的菜品材料和调味料,可分为以下几种。 1.白菜泡菜,又称韩式泡菜,是韩国最经典的泡菜之一,也是最常见的一种泡菜。 主要是以炎炎嫩白菜,再加入辣椒粉、葱、蒜等调味料进行发酵。 口感酸辣微甜。 2.莴笋泡菜,以韩国莴笋为主料。 加上辣椒粉、大蒜、生葱等调味料进行发酵。 口感脆爽,微辣微甜。 3.韩式萝卜泡菜,以萝卜为主料。 加上辣椒粉、大蒜、生葱等调味料进行发酵。 口感爽脆微辣。 4.豆芽泡菜,以豆芽为主料。 加上辣椒粉、大蒜、生葱等调味料进行发酵。 口感脆爽微辣。 5.海带泡菜,以海带为主料。 加上辣椒粉、大蒜、生葱等调味料进行发酵。 口感爽脆微辣,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6.韩式豆腐泡菜,以豆腐为主料。 加上辣椒粉、大蒜、生葱等调味料进行发酵。 口感软嫩微辣。 以上几种泡菜都是韩国人日常饮食中常见的菜品。 也是韩式料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3.韩式泡菜的制作方法。 韩式泡菜的制作方法有多种。 不同的泡菜种类有不同的制作方法。 以下以韩式白菜泡菜为例进行介绍。 1.准备材料,嫩白菜、盐、蒜头、生葱、辣椒粉等调味料。 2.盐盐白菜,先将嫩白菜切成4块。 去掉外层叶子,洗净后沥干水分。 然后,在每块白菜的叶子之间均匀地撒上一些盐。 让其均匀入味,放置约1到2小时,待白菜稍微软化。 3.调味料,将蒜头切成小粒状,生葱切成细丝状。 加入适量的辣椒粉、鱼露或酱油等调味料。 根据个人口味和喜好。 还可以加入些许糖、醋等调味料,调整酸甜口感。 4.混合调味料,把调味料混合均匀。 然后,用手轻轻地把盐盐好的白菜叶子包起来。 将调味料塞进菜叶之间。 确保每一片都均匀地裹上调味料。 5.发酵,将调味好的白菜放入密封的容器中。 压实,让其发酵,约2到3天。 发酵的过程中,每天都需要打开容器。 放出一些气体,确保泡菜不会变质。 6.保存,发酵完毕后,可将泡菜放入冰箱保存。 泡菜可以保存一段时间。 但口感和风味会随着时间变化而改变。 除了以上的制作方法, 韩式泡菜还有许多不同的制作方式和食材组合。 在韩国,每个地区和家庭都有自己的制作方式和独特的风味。 4.韩式泡菜的营养价值。 韩式泡菜不仅风味独特,还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以下是一些泡菜的主要营养成分。 1.白菜泡菜,富含纤维素。 维生素C,钙,铁等营养成分。 炎炎白菜可增加乞丐的吸收率。 有利于骨骼发育和强化身体免疫力。 2.莴笋泡菜,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维生素C,维生素K和维生素B6等。 膳食纤维有助于促进肠道蠕动。 维生素C有助于提高免疫力。 维生素K有助于血液凝固。 维生素B6有助于促进蛋白质代谢和神经系统的正常运作。 3.胡萝卜泡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A、维生素C和膳食纤维等。 维生素也有助于维持眼睛健康和皮肤健康。 维生素C有助于提高免疫力。 膳食纤维有助于促进肠道健康和预防便秘。 4.辣椒泡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维生素A、维生素K和膳食纤维等。 辣椒中的辣椒素成分有助于促进新陈代谢。 维生素C有助于提高免疫力。 维生素K有助于血液凝固。 膳食纤维有助于促进肠道健康。 5.结语。 韩式泡菜是一道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承的传统韩国食品。 其丰富的风味和营养价值使其成为世界各地人们喜爱的美食之一。 无论是在家中自制,还是在餐厅中品尝。 韩式泡菜都是一道美味健康的选择。 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关注健康饮食和生活方式。 韩式泡菜作为一种健康食品。 其营养价值和美味口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健康和美味的选择。 无论是在韩国,还是在世界各地。 韩式泡菜都成为了一种受欢迎的美食。 并且不断地影响和塑造着人们的饮食文化。 感谢您收看这段影片。 如果您喜欢这个内容,请务必按下订阅按钮。 我们下次见。 不要急讨论 Blaze。 walnut你的凭夜你。 oric,不必应高兴,jis月。 感谢观看